近年来,随着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,居民医保缴费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从2003年每人10元到2023年每人380元,医保缴费标准经历了数十倍的增长,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。 针对此现象,国家医保局近日专门进行了回应,强调医保覆盖面稳定在95%以上,参保质量持续提升。 尽管有关部门积极宣传医保的好处,但一些地区农村仍出现医保退保潮的现象,部分人质疑个人缴费金额的快速上涨,怀疑医保的价值。 然而,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,医保费用的上涨伴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,包括药品报销范围的扩大,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的提高,以及异地就医报销的便利化等,都为广大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。 面对医保费用的增加,一些年轻人表示负担过重,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,不必参保。 然而,医保局负责人指出,年轻人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,疾病的发生可能带来巨大的医疗支出,参保不仅是对个人健康负责,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。 针对医保费用标准上涨的争议,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指出,个人缴费金额的增长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,提升医疗保障水平。 从2003年至今,医保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,报销药品种类的大幅增加,以及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的提高等措施,让居民在面对医疗支出时有了更多的帮助。 然而,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医保退保潮的现象,部分居民对医保的质疑声音不绝于耳。 医保局呼吁广大群众理性看待医保,不要只看到个人缴费金额的增长,而忽视了医保带来的实际利益。 医保覆盖面的稳定与参保质量的提升,体现了国家对民生的关注和医保制度的公平性。 此外,医保局也对于年轻人是否需要参保提出了建议。 虽然年轻人的健康状况一般较好,但医保负责人提醒,疾病风险不容忽视, 尤其是现代生活中患上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的年轻人不在少数。 因此,参保不仅是对个人健康负责,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。 医保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能否享受到医疗报销,更在于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与稳定。 在当前医保缴费标准上涨,引发争议的背景下,有关部门对于医保的重要性提出了明确观点。 国家医保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,医保的发展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全面、更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, 使人们在面对疾病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,减轻医疗负担,保障健康。 然而,一些人对于医保费用的增长持有质疑态度,认为个人缴费金额的上涨并未带来相应的实惠,甚至感到医保费用压力过重而选择退保。 对此,医保局负责人强调,医保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得到的直接利益,更在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与稳定。 医保的核心理念是保障和共享,个人缴费金额的上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医疗需求,提高医疗保障水平,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。 尽管医保费用的增长可能会给一部分人带来经济负担,但从长远来看,医保的发展是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,也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保障。 因此,医保的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,各界应加强宣传教育,增强广大群众对医保的认识,以促进医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。 针对医保的负面舆论,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,医保制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需要持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。 近年来,医保制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。 对于医保费用的上涨,医保局表示,将继续优化医保政策,加大财政投入,提高医保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,确保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更优质,更便捷的医疗保障服务。 同时,医保局也呼吁社会各界加强监督和参与,共同推动医保制度的改革和发展。 对于一些地区农村出现的医保退保潮,医保局将采取措施加强宣传教育,引导广大群众理性参保,充分认识到医保的重要性和价值。 对于年轻人是否需要参保的问题,医保局将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,提高年轻人的健康意识,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医保对于个人健康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。 综合来看,医保制度的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,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进一步完善医保制度,让更多的人受益实现全民健康目标。